实验三之二 非金属的氧化 我们比较硫、磷、碳的燃烧情形 并探讨其氧化物溶于水后的酸碱性 所需的器材有 酒精灯 硫粉 红磷 碳粉 秤凉纸 燃烧池 广用试纸 刮勺 网口瓶 玻璃片 凉桶 蒸馏水 火柴 请注意 本实验产生的二氧化硫对人体有害 应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 将三分之一刮勺的硫粉放在秤凉纸上 仔细观察其外观 将柳粉放于燃烧池上 在酒精灯上加热 观察火焰的颜色 将燃烧中的柳粉放入广口瓶 瓶中装有10毫升的蒸馏水 盖上玻璃片 观察柳粉燃烧情形 等火焰熄灭后 取出燃烧池 以玻璃片盖住广口瓶 轻轻摇晃几分钟 以广用式纸测试容易的酸碱性 用红瓶、碳粉、代替硫粉 重复之前的步骤 将结果记录于表格 将结果记录于表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